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您收看第一军情 这两年 美国在科技领域不断制裁中国 时不时的就来个芯片相关的核心部件断供 中国一直以来都想要购买来自荷兰ASML公司的7纳米EUV光刻机 这样就可以自主生产一系列的先进芯片 然而事与愿违 荷兰这个小赤佬一看老美的脸色 就立马取消掉已经答应供货的两台7纳米EUV光刻机 中芯国际不得不继续攻克14纳米芯片制造 可是14纳米现在作为笔记本和服务器芯片的研发还算可以 如果拿来制造手机芯片 要比高通和苹果的处理器整整落后一代 这样中国生产的智能手机岂不是卖不出去了 好消息是 这两天机会来了 据俄塔斯社3月14日报道 近日荷兰的国内形势不妙 有失控的感觉 不但是确诊人数不断增加 而且荷兰严重缺乏相关医疗物资 已经有大量的医护人员感染 问题的严重性可想而知 俄罗斯媒体报道称 在这样的情况下 美欧等国尼普萨过疆自身难保 肯定是没有国家会出手帮助荷兰 荷兰政府打算向中国求助 解决物资供应困难的问题 俄罗斯媒体分析人士认为 中国可以利用这次机会 向荷兰提出物资置换的条件 用口罩等极缺的医疗物资 来换取荷兰的光刻机 这无论是对荷兰还是对中国 都是非常划算的买卖 俄罗斯媒体果然奸诈 在这个时候 居然能给中国吹一个这样的馊主意 不过小军认为 俄媒的这番话倒也不是不可以考虑 众所周知 荷兰的光刻机在全球具有垄断地位 也是中国芯片企业的命脉所在 目前中国虽有芯片设计企业 但是缺乏先进芯片加工设备和工艺 芯片生产工艺主要还停留在22纳米阶段 并且大多数都是使用荷兰的光刻机 2019年开始 国内技术实力最雄厚的中芯国际 才开始量产14纳米的芯片 使用的光刻机同样来自荷兰 而且海思等公司 虽有先进的芯片设计能力 但是7纳米以下的芯片 都需要由台积电代工生产 而目前台积电很可能受到白宫的压力 无法为大陆代工生产 这主要是因为台积电的光刻机 也是由荷兰供应 如果台积电执意要为华为代工芯片 美国施压荷兰断供台积电的光刻机 那台积电岂不是要哭了 最近 根据俄罗斯媒体一些未经证实的消息称 荷兰已经在近期向多个欧盟大国求助 该国急需呼吸机和口罩等战略物资 但是欧洲几个大国现在不但不会给荷兰施议援手 反而还颁布了种种出口禁令 德国前段时间还截胡了瑞士不少物资 遭到其他国家的一致反感 但是在这种危机时刻 人不畏己 天诛地灭啊 在现在这种情况下 欧盟可能无暇顾及荷兰的情况 唯一能够给荷兰帮助的似乎只有东方大国 俄罗斯专家认为 这对双方都是个绝佳的机会 荷兰要是真心实意地求助东方大国 那么拱手送上几台最先进的7纳米光刻机 来换取物资应该不算太过分 而且小军认为 中方还得和荷兰签署一个战略协议 以后永远都不得对中国断供光刻机产品 现在这个时候 口罩防护服和呼吸机等都是最紧俏的物资 即使有钱也很难买到 而荷兰先进的光刻机也是全球最紧俏的物资 这样交易也算是公平呀 不过有分析人士对这样的做法表示不能赞同 首先中国如果在这个时候提出这样的要求 未免显得落井下石 除非荷兰方面主动提出请求 中国怎么能够落井下石呢 那岂不是和我们一直以来痛骂的某些西方国家一个嘴脸了吗 其次不看好这种交易 荷兰的光刻机出货非常的慢 即使现在答应给中国两到三台 那也得是半年以后的事情了 荷兰不会因为这件事去违约其他国家的订单 而且半年以后谁知道荷兰方面会不会又搞出什么幺蛾子拒绝交付 中国要是现在答应了 搞不好赔了夫人又蛇兵 除非荷兰立刻交付现货 但是这个又不大可能 因为光刻机可不像口罩 说造就造出来了 第一军情分析认为 如果荷兰此时主动提出这样的请求 中国可以考虑 但是长眼来看 光刻机属于核武器级别的大国重机 中国未来还是需要自己制造 靠荷兰供应 搞不好还会被卡脖子 根据网上公开的资料显示 中国这些年其实一直在暗地攻克光刻机 但是效果一直很不理想 上海微电子经过17年的努力 才造出90纳米的光刻机 那么为什么光刻机这么难造呢 首先 光刻机分为前道光刻机 后道光刻机等 前道光刻机就是大家熟知的ASML的光刻机 用于芯片制造 后道光刻机主要用于芯片封装 上微目前在后道光刻机上已经达到了全球主流技术水准 而前道光刻机也就是大家所熟悉的ASML光刻机 这才是难度最高的光刻机 2002年 上海微电子装备公司总经理贺荣明去德国考察时 有工程师告诉他 给你们全套图纸也做不出来 贺荣明几年后理解了这句话 光刻机被称为现代光学工业之花 其制造难度之大 堪称人类智慧及大成的产物 光刻机跟照相机差不多 它的底片是涂满光明胶的硅片 电路图案经光刻机缩微投射到底片 使刻掉一部分胶 露出硅面做化学处理 制造芯片要重复几十遍这个过程 这其中的每一个过程的误差要求都极小 100个工程师做出来的光明硅片 就可能是100个样子 除此之外 光刻机需要体积小 但功率高而稳定的光源 ASML的顶尖光刻机 使用波长短的极子外光 光学系统极复杂 有顶级的镜头和光源 没极致的机械精度也是白搭 光刻机里有两个同步运动的弓箭台 一个载底片 一个载胶片 两者需始终同步 误差在2纳米以下 两个工作台由镜到洞 加速度跟导弹发射差不多 还有更重要的就是 中国现在研发光刻机是靠一己之力 而荷兰造光刻机是集合了美国 德国 日本 法国等全部西方国家的 最先进制造业的成果 比如光刻机的光源设备 主要来自美国公司萨摩 镜头则来自德国的蔡斯公司 一台荷兰的光刻机 包含13个分系统 3万个机械件 200多个传感器 每一个都要极其稳定 除此之外 英特尔 三星 台积电等半导体巨头 都会给予ASML资金 还要技术支持 像有一年 英特尔 台积电 三星等 彼此竞争的三大巨头 近联媒投资ASML 41亿 8.38亿 5.03亿欧元 如今 ASML研发经费 倍增到每年13亿欧元的规模 多出的一倍 ASML自己出一半 三大半导体巨头 何出另一半 中国靠一己之力 研发光刻机 虽然很艰难 但是对于中国人来说 就是要迎难而上 虽然目前上海 微电子装备官网公开的设备中 600系列光刻机的制程 最先进的是90纳米 但是这是公开发售的光刻机型号 这款光刻机 其实很早之前就已经研发出来了 现在中国正在研发的光刻机 肯定不会是90纳米 根据国内权威媒体的最新消息 在去年 中国自主研发的14纳米光刻机 就已经初步通过了专家组的验收和审核 至于这款14纳米的自主光刻机 到底采用了什么工艺 什么时候能量产 目前还没有具体消息 而前段时间的一些媒体 又相继曝光了武汉光电国家研究中心的甘宗松团队 研发出9纳米工艺制程的光刻机 这个团队所采用的技术 是自主产权的二束激光 刻出了最小9纳米线宽的芯片 当然 虽然这些好消息令人振奋 但是从实验室走到工厂 再到量产交付客户生产芯片 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 但是至少说明中国科技工作者 没有停下脚步 中国突破光刻机 这一技术难题的那一天 不会太遥远 经过17年的卧薪长胆 上海微电子已经完全掌握了 先进封装光刻机 高亮度LED光刻机 等高端智能制造领域的先进技术 就凭中国一己之力 从现在开始到追上荷兰的光刻机技术 中国不怕再来一个17年的卧薪长胆 其实 除了光刻机之外 芯片制造过程中 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设备 被称为半导体工艺三大关键设备之一 这个设备就是石刻机 显为人知的是 中国国产石刻机水平早已遥遥领先世界 当前世界主流的芯片制造水平工艺还在14纳米 而中国自主研制的等离子体石刻机 已经突破5纳米的水平 而且已经实现量产 重微半导体的5纳米石刻机 还成功打入台积电的供应链 改天有机会 小军会再做一期节目 单独和大家好好说说 中国国产石刻机的艰辛历程 我们总是说中国在芯片制造方面被卡脖子 很多网友就以为这是中国芯片产业落后造成的 其实不然 现在工业制造已经全球化 任何一个工业产品都离不开几十个国家的协作 即使是中国现在量产的90纳米光刻机 也只是相对落后 当今世界能够靠一己之力完整造出一台光刻机的国家 还真就不超过三个 西方集体对中国的技术封锁 让中国不得不打造一个完整的产业链 去制造所有的工业产品和他们需要的每一个关键链不紧 这让中国人过得很艰难 同时也造就了无比强大的中国 造口罩不难吧 但是有几个国家能够在短短几周内量产全自动口罩机呢 道足且长 行则将至 几年后 当中国开始量产比荷兰更先进的光刻机的时候 大家再来回想一下今天小军说的话吧 好了 今天的节目就说到这里了 感谢大家收看第一军情 临走之前不要忘记订阅我们 小军爱你们哟